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了 李宗盛跟戴宗说 戴哥哥 我救你们 戴宗说兄弟 你可千千万万别救我们 你救不了 我怎么救不了 单等半戒三更 我拿着我那一对齿轮板佛 来到这里我砍开牢房门 把你跟宋的哥救出去 哪个狗娘养的敢拦我 我就把他砍翻在地 带着你们两个人 咱们出了江州 那就得了 哎呀 兄弟 你把这事看得太简单了 你要知道 蔡九之府手下有五千的官军呢 你就是把我们两个人能在这监牢里边救出去 你也出不了这个监牢的外围墙 你就出了外围墙 你也出不了江州 到那个时候连你也完了 现在呀 是我和宋的哥 我们两个人死 如果你要一救我们俩 那咱们就是三个人死 李逵 你万不可如此 李逵跟宋江也说这样的话 让宋江好言劝慰 告诉李逵 你可千万别救我们 你救不了 一个人你怎么能救了我们两个人呢 更何况我们两个是重犯 人家是严加看管的犯人 代宗这一被捉拿之后 紧跟着就派了一个新的替代宗的 这个牢头的总头 顶替代宗 但是钉着呢 代宗跟宋江被押在监牢里头了 那么这个蔡九之府跟黄文饼呢 就研究怎么处理这宋江跟戴宗两个人 到底是押解到东京啊 还是就地出展呢 又拖了一些时日 最后这一天 这个黄文饼又到这里来了 蔡九之府呢 就把黄文饼找到自己的内宅 同时还找了一个黄孔木 就是蔡九之府手下的这位秘书 黄孔木来 一起有商议 怎么处理戴宗跟宋江 这到什么时候了 已经到了七月半天 坐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黄孔木一瞅着黄文饼就气不打一出来 为什么呀 这黄孔木就说这黄文饼啊 不像话 你说你是吴维军那地方一个贤旨通伴 没有什么实权 你瞧你绑上蔡九之府整天在身前身后那么拽 就好一条狗一样 那个尾巴紧着在那跌了 舌头紧着往外吐 不知道要给蔡九之府怎么留虚好了 啊 你看什么事你都参与 你说研究这个宋江跟戴宗怎么办 你也参加 你是神把东西业那是呀 尤其是黄孔木呢 跟戴宗两个人私交不错 他俩这个交情啊 还不是明面让人看着好 而是心里边心照不宣 并不经常来往 但是只要互相谁有什么事都热情的帮着办 戴宗这一辈抓进监牢 黄孔木暗安的替戴宗叫苦 心想戴宗啊 你真是倒了没啊 我想救 救不了啊 他这个职务不行 没有这个权力啊 所以今天这一商量对他怎么处办 黄孔木呢 他坐着开始不说话 这黄文炳呢 就跟蔡九之府说 这两个人呐 宁可不能再借往东京了 这两个人就得在江州城内就地处决 而且越快越好 为什么 他写这封假信 他们目的就要半路上接宋江 而这封信回来之后没有奏效 我们没有把宋江押往东京汴梁 肯定这个山寨不定在什么地方 山上这伙强盗 他们要探听消息 一旦要探听消息 他们还在这儿再押 把戴宗也押起来了 就有可能他们闯到江州来砸老反育 所以您事不宜迟 让他这么一说 蔡九之府说 对 那就对他们进行出展 您是越快越好啊 你看哪天好 黄文炳说哪天好啊 要我说明天就好 明天就开刀文战 黄孔孟在旁边说明天不行 您看日子了 明天犯冲煞是忌日 不能杀人 啊 这黄孔孟一说呀 这黄文炳啊 还真没看日子 他也没翻那黄里 他也不知道 哦 那有后天呢 黄孔孟在旁边又说了 后天哪 后天可不行啊 我说黄孔孟 您不知道后天是中元节吗 七月十五啊 七月十五中元节哪有杀人的道理啊 哎 可也对 可也对 蔡九之府说就是啊 就是大后天呢 黄孔孟说大后天 大后天也不行 是景祥之日啊 这个景祥之日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宋朝皇帝啊 建立这么一个规矩 从宋太祖登基那天开始 历朝历代的皇帝 登基的那个日子 是为吉日 在这个吉日里边不准杀人 所以说这个黄孔孟就说了 说这是皇帝登基的吉日 七月十六是不是皇帝登基的吉日啊 黄孔孟也不知道 黄孔孟就冒着懵着就这么说的 黄孔孟心想我就那么一说 宋朝那么多皇帝呢 哪天登基你们都能记得住吗 啊 你们要叫这个进去查 你就查去 你要一查说不对不对不对 我记错了 你也不能怪我 你要说是同意我这说法了 那就再宴一天 所以黄孔孟这么一讲 蔡九之府就信了 七月十六是吉日不能上 七月十七呢 七月十七 黄孔孟就没得说了 为什么 他编不上来了 黄孔孟说那七月十七 嗯 旁边黄通犯就说了 那就定在七月十七七 七月十七出展 好就这么定 七月十七 这三天 这三天 对这两个重犯严加看管 别让他们跑了 第一方 有人接牢反育 到七月十七 对他们出展 好 就这么商定 商定之后 这个消息 这个消息 可就传到了监牢里面 传到监牢里面 先是有人告诉了老子 这老子们呢 互相传递 老子们互相这么一嘀咕 这李逵就知道了 李逵就问他们 怎么让你们嘀咕什么 这老子们还不敢惹他 有什么话就得跟他实说 说我们不是理会什么 七月十七啊 呃 宋江和戴宗就出展了 好 七月十七就出展 呃呃 对就这么回事 唉 这李逵就先找宋江戴宗来 就把这个噩耗提前告诉他们俩 按说出展的罪犯 都是在提前一天才告诉 这李逵呀 提前三天先告诉他们 戴宗跟宋江两个人听完了之后 别看两人是在两间房里边 扒着铁栏杆这都互相能说话 戴宗跟宋江就说了 宋大哥呀 您交了天下那么多朋友 大概就我这么一个好朋友 宋江说何出此言 戴宗说您没听说吗 哥们相好都讲究 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咱哥俩是同年同月同日死啊 七月十七是咱们的忌日 宋江苦笑着点了点头 哎 戴宗啊 我可没想到 由于我把你给连累了 戴宗说大哥别说这个话呀 就应了您那句话了 这都叫命运使然 咱们哥俩呀 该着一块死 到了来生 咱哥俩偷生个亲弟兄 他们两个在这说话 这李逵呢忙了 怎么忙 中午饭以前出去了 一会的功夫回来了 从外边领着一个饭馆的跑堂的 滴落一大石盒 这大石盒滴落到这个监狱牢房的过道 把这石盒就放开了 李逵找了几把椅子往这一坐 然后搬一桌子来摆这儿的 然后把这石盒盖打开 一层一层的菜都端上摆到桌子上 李逵呀 跑自个的住室里边 把这家不事拿来 李逵擅使一对兵器就车轮搬斧 这大斧子大斧子 两斧子合在一块儿像那个车轮一样 这对斧子拿出来的身后一别 李逵把那个韭菜摆上 在这一坐 就把那个管这个牢房的那个牢子找来了 把这两间牢房打开 把我两个哥哥放出来 放出来 放出来干嘛 吃饭 吃饭 好呢 这牢子拿出钥匙 把这牢房门打开之后 这宋江跟戴宗就出来了 两个人身上都有刑伤啊 一缺一点出来之后 二伯高高 坐下坐下坐下 坐下 那手捧子给他解开 解开 打开 那行吗 一身手他把斧子弹出一把来 你说行不行 你要说不行我自个批 那行行 好嘞 赶紧打开了 二伯哥哥坐着 哎 你们那几个都过来 还有那么三个值班的牢子 包括呢 这牢房里面那个总头 李逵把他也招回来了 来来来来来 坐下坐下 坐下 咱们喝酒 喝酒 谁也不敢惹李逵 李逵把他们招来之后往里一坐 这个总头又说了 哎 我说 李德哥 你喝酒 这是你的哥们 他眼看着要行行了 你给他摆酒宴 情有可原 你把我们都叫来在这喝干嘛呀 哎 把你们都叫来 有叫来的道理 你知道吗 这个犯人被押之后 那是不能请他喝酒的 啊 我今天要请他喝酒 我这两个哥哥一死啊 我李逵就不想活了 明白吗 但是我现在想我怎么死 死我得找个茬 平白无故死那不行 所以我把你们叫来呢 都在这一块陪着 他也在这喝酒 啊 你们的人一喝酒呢 这个事如果要是犯了之后 上边要怪罪 说你们怎么请这死囚犯的喝酒 那就是你们也都参加了 哎 你们这个罪名是一人有一份 我李逵也认了 嘿 这几个老子一听敢听 这位是这么个主意啊 啊 我说李啊 您这个 我们是让您叫来 就是 我叫来 你得喝 哎 如果说你们这几个小子要不好 喝酒 你要敢出去 像上边当官的你给我禀报 那你们就别出这牢房门 我先把你们都砍了 砍完了你们 我把这斧子往脖子里打 我自己一抹脖子 我也死了 至于我两个哥哥死的时候我就看不着了 我也不难受 我也不难心了 两头你们看怎么办吧 你们是愿意我马上把你们砍喽 还是愿意在这陪着喝酒 那那咱们就喝酒吧 嘿嘿 那好来来来喝酒 这就开始陪着喝酒 宋江啊 跟戴宗两个人真是没有办法 一看李逵这是一片赤诚之心的 喝酒吃菜 李逵就说 二位哥哥 仰看死期要到了 多吃点好的 多喝点好的 中午饭完了 到晚饭了 李逵啊 又告诉人 又滴了十盒又进来 还是照旧白酒宴 两天过去 这个牢房里边别的罪犯 就都哄养开了 哪有这样的 仰看快死了 天天在外面白酒席 还不捆不绑 但是谁也不敢惹这李逵 李逵就这么干 这些个老子们 包括这牢头 都不敢惹这位黑旋风 三天的功夫 一砖眼可就过去了 三天晚了 明天可就开始出展了 三天的晚上 就已经有人 告诉宋江和戴宗 宋江 戴院长 明天可就是到您的喜日子了 您熬到头了 您呢准备准备 明天一大早呢 我们过来请您出来 戴宗心里就明白了 戴宗是管哥哥的 这个死丘犯临死之前该干什么 他都知道 戴宗心里有数了 这天晚上 李逵又给摆了一桌酒席 李逵一听说明天 这两个哥哥就要出展了 李逵端着这一大碗酒 大眼珠子 逛里逛当的 含着泪水 瞅着宋江和戴宗 二比哥哥 就这么样子 你让你们就死了吗 戴宗说 是啊 天牛啊 我们两个人死了之后 你可千千万万别在牢房里闹事 我们两个死了 大概就没有真正的能够帮你忙的人了 你自己要好自为之 二位哥哥 今晚咱们走不行吗 不行 天牛 你绝不要妄为 戴宗和宋江两个人一再嘱咐李逵不准胡作非为 李逵转了泪花之后 把眼泪擦了擦 李逵不说什么 好 二比哥哥 我敬您几碗酒 喝 戴宗跟宋江两人就跟李逵喝 李逵这个酒可没少喝 李逵还劝戴宗跟宋江你们多喝点 今天晚上喝的一个烂醉如泥 明天行行的时候 拿刀砍脖子不觉得疼 戴宗说不行啊 我们不能喝的烂醉如泥 明天我和宋大哥我们走在大街上 我们还得让老百姓让这官子的人看一看 我们视死如归 不能像那一帮的凡夫俗子 临出红差的时候下的腿软了 那就不算英雄豪杰 哎可以对 多喝点 后天晚上这酒喝完 李逵走了 第二天早晨起来 早饭的时候啊 每天都是李逵往这送 今儿早晨李逵没送饭 李逵没来送饭 就老子们过来了 牢门一打开 戴院长宋江 你们两个请出来吧 准备准备 所谓的准备准备 戴宗和宋江两人出来 戴宗就知道 戴宗说咱们先拜御神嘛 死丘犯先拜御神 这个御神又叫清面使君 就是看监狱的这么一尊神 拜完了御神之后 给他们把头发梳理了梳理 脑袋上梳了一个压脚转 梳头发把后边的头发隆起来 拿胶水都沾上 为什么怕砍头的时候当刀 在这个法转上边 一人还给带上一朵小红花 换了一身崭新的醉衣 吃了一顿行刑饭 戴上长家 弟兄两个望前行走 牢门一开 戴宗看了看宋江 你我弟兄一路同行